今天在那个过程中 会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一个突破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 唱完以后有一种空的感觉 就空了 然后观众会给我 会不会喜欢我 或者他们的掌声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先问一下原唱者好了 你觉得两位 谁的复活可能比较大 因为都是唱了你的歌 难题 说《心灵怀》这两首歌都很难唱 是 龚琳娜的拯救 其实他在副歌的部分 发挥得很好 刚才那些说已经到声F 到已经是一个人类的极限的声音 对吗 邵涵子他要有情感的爆发 包括他副歌的那个张力 特别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要让我选出其中的一个人 我确实不太容易 所以我觉得最终的决定权 在我们后面的 我们的评审 今天评审的水准都非常高 而且他们欣赏音乐的品位也非常高 我相信他们有最好的判断 谢谢你们 孝涵 这一次站在舞台上 虽然只有我们两位 但我却觉得可以互相的交流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真的要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用心的聆听 什么是音乐 我相信你们的心感受得到 宫林娜 不管我能不能走到后面 但是我和老罗热爱中国的传统音乐 我们一定会在这条路上 去把传统的最好的财富挖出来 不断地创新发展 能够为中国音乐做一份贡献 这是我的理想 我会继续努力 好 最后一个答案即将揭晓 在这儿 对面的麦克老师 老罗 请两位依然站到我的身边 走上舞台 我们来跟你们的歌手同样接受这个结果 有请 复活之夜的胡彦斌 抢到了第一个复活名额 和三位会师半决赛 第二个进入到半决赛的会是谁呢 关键时刻交给500位大陆听审 如果你们要把这票投给张绍涵 请你们选择二号键 如果你们选择把这票投给龚琳娜 请按下三号键 是张绍涵还是龚琳娜 现在揭晓 我很尊重她的今天的表现 可能只是因为我比较听不惯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我觉得其他都是很好的 真的我希望她能赏 赵涵很年轻 可能她需要这样的舞台 更多地去施展 新战战略合作伙伴长安马自达 高性能低游号新锐SUV CX5重装登场 如果你们要把这票投给张绍涵 请你们选择二号键 如果你们选择把这票投给龚琳娜 请按下三号键 是张绍涵还是龚琳娜 现在接下来 我很尊重她今天的表现 可能只是因为我比较听不惯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我觉得其他都是很好的 真的我希望她能赏 赵涵很年轻 可能她需要这样的舞台 更多地去施展 第二位成功复活的是龚琳娜 而要离开新战舞台的是绍涵 她的制作人林迈可老师 我觉得这次机会还蛮好玩的 因为可以跟观众可以互动 也可以做一些音乐 当场看效果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 我很感谢再来看你一次 来跟大家看一次 谢谢 谢谢 张绍涵同学 今天我觉得 在我的心里面我没有输 输或赢特别的不重要 我觉得就要有男子气感 拿得起放得下 要输得起 所以谢谢各位 谢谢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们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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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次感谢 张绍涵 谢谢 林迈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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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涵 你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欧若拉 让我们用音乐做翅膀 一起高高飞翔 谢谢 谢谢